顏寬恆他是送了一台電動代步車送給誰 送給高雄一位白老先生 那這位白老先生就是十年前被稱播為撞傷的人 那兩邊其實已經和解了 顏寬恆在臉書上PO文 召告天下說幾個月情呢 我就送了一台代步車到白先生的家門口 可是對方拒絕了 不過我真的是氣而不捨 我持續的在拜訪 這幾天說他終於接受了 網友替白先生的感覺是說強迫中獎 不過我們要進一步看到的是 你看顏寬恆他今天接受記者聯訪的時候 他意思是說這是匿名送的 為善不遇人知 你在臉書說你還接受訪問 你為善不遇人知是在倒一條的 然後立刻視察貓劉宇 他在PO文的時候他就吐槽 你不是為善不遇人知嗎 你都還PO文了 你是要撤破人的肚子 不過最尷尬的是什麼呢 他截了一個圖我們看看 這個是白老太太 她差不多八十歲了 她說什麼 她出面受訪的時候 她說我們根本就沒有接受 已經拒絕了 寬恆阿公你要誠實 讓鄉親相信你 我們看就是 一韓國瑜的這個時間點 二你覺得到底國民黨 整體有沒有在做 深自檢討 說是這樣說 你覺得有在檢討嗎 韓國瑜出手的時間比我預估的稍微早了一點 我原本預估他應該是在明年的二月 也就是農曆春節過完年之後 因為中間還卡一個一月九號這是一個變數 就補選跟罷免這是一個變數 如果假設 對國民黨來講 我現在都從國民黨角度來講 一月九號兩個都輸了 也就是林靜宜當選了林昌佐沒有被罷免掉 那朱立倫這個壓力恐怕就很難扛得住 可是反之如果兩個都贏了 那朱立倫就站穩了 那朱立倫站穩你覺得他容得下韓國瑜嗎 你說目前看不太可能 我說兩個都贏不太可能 就已經輸一個了 好OK 應該是中正萬華吧 所以我覺得真的不太可能不要騙人了 所以韓國瑜我認為他的出手有點早 他應該如果我是韓國瑜我會等到農曆春節過後 再出手比較謀定而後動 反正這本書都冷凍庫放那麼久 今天拿出來微波跟過完年拿出來微波 而且這個時間點出來 1月9號之前他要不要出場去幫一下 對你們覺得他會不會去幫閻寬恒站台 或者說有沒有嚴加的力量在後面 閻寬恒應該不希望他去 我也覺得 因為他會幫林靜宜吹票 這是必然的現象 因為你會把選情炒熱 對 但炒熱未必對閻寬恒有利 因為組織動員的能量是固定的 但是中間選民的空氣票是無限多的 幫哥講到重點 顏寬恒要聽 顏寬恒一定以為我講反話 沒關係你不要聽 我覺得顏寬恒應該不希望韓國瑜 但是我個人覺得韓國瑜現在出手時機早了一點 而且你如果現在就在看2024的話 好像也早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有那麼一點點不甘寂寞 那為什麼不甘寂寞 就是貴雅你剛剛開場講的話 趁你病要領命 因為現在是國民黨最弱的時候 這個人一個黨跟一個人一樣 當你身體抵抗力最差的時候 病毒就很容易入侵 韓國瑜現在就是扮演那個病毒的角色 他現在就是趁國民黨最弱的時候 他才有那個發揮的空間 因為你如果等到明年 譬如說購完年之後 假設朱立倫站穩了 不管1月9號結果先不認 朱立倫讓他坐穩這個黨主席的位置 那各種機制你就很難讓韓國瑜回來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大概已經有點不甘寂寞 或者說他已經覺得他不能再等了 那但是我覺得接下來 我們台政論節目應該不怕沒有題目 因為我們光討論感染狗骨頭 跟鏈球就可以討論一集 好這是韓國瑜那對於國民黨部分呢 我覺得國民黨最好聽劉家昌的啦 開除韓國瑜跟盧秀燕的黨籍啦 那明年六都民進黨就多兩都嘛 對啊 那何樂而不為呢 我覺得國民黨包括劉家昌 包括趙少康 他們都不顛顛自己的精良 你現在你能去處理侯友宜跟盧秀燕嗎 最現實的問題是明年台北市 新北市跟台中市長誰來選 有誰能保證會當選 沒有嘛 沒有你劉家昌你任養台中市 趙少康任養新北市 你們兩個都去選 沒選上看他跳哪裡隨便你們 如果這成真的話 綠燕現在都在笑了啦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我們來看 顏寬恒他在空戰裡面 他到底出的是一個什麼招什麼牌 居然出到說 之前今天博偉也在現場 他講的是說人在高雄的百老先生 那百老先生在十年前跟博偉 因為不會有這個撞傷他 那其實兩邊都已經和解了 可是 顏寬恒在趁這個老先生說什麼 老先生 需要什麼出去曬曬太陽 他受傷之後 都沒有什麼出去走動的機會 所以他送了一台電動代步車 特別還PO了一個文章 既然受訪的時候講說 我是匿名 我為善不遇人知 這兩邊反差實在是非常大 再加上白老太太今天出來受訪的時候 又重重的打臉了 顏寬恒 我們休息一下稍後來 我們來看顏寬恒出的是什麼招 在昨天晚上他在臉書PO文 他說送了一台電動代步車 給十年前被稱撥為撞傷的高雄的白老先生 他說對方一開始是拒收的 可是他怕朋友不放棄持續的拜訪 那對方最近終於是收下來了 那不僅這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怎麼會去消費這個白老先生呢 還有是白家人一早白太太 他也來回應 根本就沒有收下這一部電動車 他也不知道說是誰送的 最後是怎麼樣 這個車的下場是尾遊里長 轉正給需要的人 我們先一起來看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送這個公寓 我們沒有用到 我們也沒有收 被顏寬恒送了一部電動車的白老先生 太太出面表示 根本就沒收下這部電動車 也不知道是誰送的 賣的來兩次 我們沒有用到沒有收 身心理的立場客氣 你要問是身心理的立場我 送他們立場 被網友砲轟根本是消費 人家不要還硬送 一直拜訪老先生敢不收嗎 這月份的時候才收下這一部代步車 反觀 那陳柏惟本人從事發 這個一路過來始終不問不問 顏寬恒回應再轟陳柏惟 但可能還不知道白老先生 根本就沒收下電動車 對手候選人林靜怡痛批 這是真心還是利用賞者 你有時間到高雄去打擾一位老人家 跟這個選舉無關的老人家 你為什麼不用這些時間 你去政論節目把你的爭議說清楚也好 這部紅色全新電動車要價5萬元以上 顏寬恒臉書PO照片 這行把車子直接送到老先生家門口 還說對方終於又可以快快樂樂 在高雄暖陽下四處逛逛了 但實際情況是這部車被拒收 最後里長轉送給需要的李明使用 賣車的人說那我怎麼辦 我本身車子又帶回去要怎麼交代 就委託你去捐給有需要的人 顏寬恒送電動車 不知道白老先生根本沒收 本來不具名 最後自己臉書又PO文 說已經送出去 引來抨擊和爭議 讓白老先生一家再度被捲入事件當中 參選台中高雄綜合報導 顏寬恒現在爭議的點是 我匿名 我要做選手 可是我為善不欲人知 講是講得很好聽 可是受訪說我匿名 你PO文你再受訪 你再匿名哪一條的 那我們先回頭 先看一下 他在臉書上PO文 他就說 因為反正他有點故意在挑這個稱波為相關的人士 他找這個白老先生 他說到底我有沒有什麼可能幫他呢 左思右想之後 一台代步車也許可以幫上白老先生的忙 當車子送到他們家門口的時候他拒絕了 但是我沒有放棄 我一直持續的拜訪他 終於他接受了這台可愛的小紅代步車 他還PO出了匣品 那我們看看各方的反應是什麼 網友的回想是 像是四叉貓流語 他說 為善不欲人知 做善事不必講差話 然後呢 另外一個網友說 千萬不要換掉你的幕僚 拜託給 這種操作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還有網友說 這種操作只有兩個字形容 他覺得非常的噁心 那一個是大烏龍選區的 應該是相關的這個民眾 他說我大烏龍選區 一堆行動不變的人 怎麼不一人一台呢 好來我請教瑞德哥 你怎麼看他這個操作是什麼操作 最近那麼發表文章裡面寫到左思右想 要非常的小心 前一個寫左思右想的人是 突然間想起自己 是一個男人的王力宏 然後呢 現在呢 如果是為善不欲人知的話呢 那麼就不應該把他寫出來啊 既然把他寫出來了以後呢 那你就要百分之百是正確的 為什麼 我跟你說 壞事不可以做 好事也不可以亂拍做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你要送人家禮物 你也要看受贈者 他自己本身樂不樂於去接受嘛 顯然白家是拒收的嘛 在白家第一次拒收 第二次也是玩具也是拒收 那我請問你既然兩次都拒收 為什麼他們會樂意 收下這個所謂的小紅代步車呢 那你把它寫出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查證啊 你送人家拒收 那是後來里長 那麼收下來以後 變成這個里內的這個愛心車嘛 然後呢 現在是有一位好像是一位有需要的婦女專用嘛 但是呢 就從頭到尾都不是白家收架這個車 也不是白家在使用這個車 但是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故意挑選 那麼跟陳柏惟有關係的 這個事件的這個當事人呢 來做這個動作 那講白了 你還是用選舉在考量嘛 我跟陳柏惟 你們如果是在消費嘛 雖然陳柏惟現在呢 他被罷免了 可問題是 他現在是你的對手 林靜宜相關競選總部的總幹事耶 你還是用這種方式在打擊陳柏惟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連這輛車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你都不知道 所以各位鄉親報告 沒有知識要看常識 沒有常識要看這個要有知識 沒有知識要看電視啦 你知道嗎 看電視以後就會知道真正的結果 為什麼我問你 如果你不看電視 鄉親不會看電視 鄉親不會看網路Youtube直播 對不對 他就不知道他的 叫是說 這台車的風真正關給高雄的白家 是不是這樣 他就誤以為是真的這樣嘛 結果不是嘛 他沒有想到記者會真的去問嘛 記者會真的去打破砂鍋 問到底查出真相 根本就不是你說的這一回事嘛 他在消費就是 當時那個事件裡面的被害人 那我請教你 我有看到你臉書有PO一個你的感想啦 你究竟感想是什麼 你跟觀眾講一下 那10年前我還不是公眾人物 10年後在擔任立委的期間 也受到選票的檢驗被罷免 那原本以為這件事情應該告一個段落 我對這個家族的勤奮還有虧欠是一輩子的 這個不因人事實地物而改變 顏冠先生在這個時機點 在他跟林靜宜的選舉裡面去提出我的事情 就一個旁觀者來講 其實我會認為蠻不厚道的 那整個行為裡面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公私不分 所謂公私不分就是他第一個他希望轉移焦點 因為他現在滿目創意 大家對他的檢驗他幾乎沒有辦法解釋半件 尤其在跟我的對比之下 沒有辦法從我身上找到任何一件 跟他們整個家族發生類似有關 不管是工程 標案 土地 甚至是質詢 謀取私利 變更等等的 你找不到一件在我身上 可是他卻一件也解釋不清楚 所以他試圖轉移焦點 希望不要讓大家再去檢討他自己的事情 但我為什麼說他公私不分呢 因為這一件事情他發生的時間我並不是公職人員 第二個我想針對這件事情的檢驗應該是在我身上 第三個現在關乎台中第二選區選民最大利益的 不是陳柏惟是否你喜歡有沒有道德瑕疵 過去的事件有沒有選票 關乎台中第二選區最大利益的是林靜宜跟顏寬恒 誰適合擔任這一區的立委 所以當他拋出這個議題來轉移焦點的時候 我想對民眾來講是憤怒的 原因是到底陳柏惟的這一件公共危險罪 跟十年後的台中第二選區補選有什麼關係 他是要暗示我跟林靜宜有連結嗎 沒有錯 我擔任他的總幹事 我們的團隊的確會繼續往推動社會進步 撇除地方政治 擺脫這種派系綁架跟不敢表態沒有自由的政治文化 這是我們會一起努力的方向 但不代表攻擊我林靜宜會受傷 坦白講我認為這個操作是非常我認為是非常卑劣的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說謊 從整篇他發的文章裡面你可以看得到 他說的持續拜訪就我看新聞的了解 並沒有並不是他的拜訪 他是買了一台車好像叫車行去跟里長講的而已 然後他說對方不收一直送到他收下 今天的採訪片段也證實了沒有人收下 最後他說 陳部委事發後不聞不問 泯滅人性 我想我覺得很悲傷的事情就是這些都是政治語言 都是選舉考量 都是在做新聞標題跟字眼的攻防 都不是事實 這是我覺得嚴患人非常可悲的事情 老爸給你的政治紅利 你即將在這一次全部花光 我本來以為有一句話叫負不過三代 這種話真的是聽聽而已 想不到嚴患人身上真的是一口氣要把所有的政治資產都給他敗光 待會還會討論他的違建 我們還是會繼續去講四號林靜宜多麼樣的比你好 我們還是會去講你的817公保地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拆 我們還是會去講你的電子遊艺場是否荼毒 當地的老百姓 你的所有事情我們都還是會去講 今天逃避問題不敢面對傷口的人是你不是我 我從來沒有逃避過十年前發生的事情 而且他是一個已經過去已經結案 我一輩子都沒有辦法擺脫這件事 而有沒有取得原諒也是我們兩個之間的事情 如果你要把它當成公益的話 我要告訴嚴患人先生 你身上所有的案子 你淑伯親戚長輩們 傷害到的那些人 你有沒有跟任何一個人達成和解 你欠這個國家欠這個社會的每一分土地 每一塊錢 有沒有人原諒你了 我想這個才是公益才是公共政策的方向 我不會逃避這件事情 未來你們再繼續用這件事情來打擊我 只會讓傷口結痂越來越堅硬 我不會因此受傷 我希望嚴患正視自己是候選人的事實 然後朝公共利益去討論 謝謝 所以呢我們也去找了這個白家 然後是白老太太應門 她也接受了採訪 她說我們不知道啊也沒收啊 最後的結果是呢 里長拿去不知道做什麼要運用 這是給有需要用的人 那我正好我請教 怎麼會這樣操作到這個程度 你怎麼樣來看 本來他要講的是說你看 我做了善事 然後而且是特別去趁這個陳柏惟相關的被害人 我做了這麼一件事喔 結果咧我們沒有收啊 我們也不知道是誰送的啊 你怎麼看 這個算是我看過前三招的公關處理 因為這件事是她自己弄出來 她不去搞就沒有這一攤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剛剛那個白媽媽 白媽媽受訪的表情多驚恐 不知道不知道 沒有收沒有收 我沒有用沒有用 沒有期沒有期 就是第一件事情喔 你要把這件事曝光 有沒有爭得人家的同意 人家到底想不想再面對鏡頭一次 人家不見得想要面對鏡頭 人家有沒有想要捲入政治 人家也不見得要耶 人家也不見得要耶 所以你看她多驚恐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你嘴巴上說不想把事情鬧大 可是實際上呢 為善不欲人知 可是實際上在臉書上寫臉書 還做新聞 那你這件事當我們這件事 你三歲還我三歲 所以我們看不出來這件事情嗎 我想就覺得怪嘛 所以坦白講我覺得盧秀燕 現在陷入了上一次公投前侯友宜的危機 未來如果開框喔 這邊是這個你說殺戮首二 然後另外媽媽市長 的確是會滿諷刺的 可是呢不會因為 顏寬恒你弄了一台車子 然後想要轉移焦點 大家會跟著你走 我們該聊的817 該聊的清泉鋼產業園區的 相關的這個開發案的爭議 該聊的包括什麼 包括等一下我們要談的是 卓冠婷講說 違建仿佛又多天一動 我們休息一下稍微回來 顏寬恒為什麼會特別挑 跟陳柏惟有關的那個百老先生 我有請教士凱哥 那來看其實用心應該是滿明顯的 主要就是我要轉移焦點 因為他們要被我們這個爭議 質疑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 可是呢 他主動出招 特別提了這個 但沒想到 這個百老太太怎麼這麼不給面子 你怎麼把真相都又說出來 重點是一個 你發文之前 剛剛鄭浩有講 他應該是沒有真的對方同意 他想要消費人家 又沒有真的對方同意 所以才會變成演變最後 本地想要蹭一下 出包 你怎麼樣來看 其實我要提醒一下顏家 尤其是顏寬恒候選人本身 如果你回想一下 你們家開始被檢視是什麼時候 就是你們開始在講陳柏惟這件事的時候 開始大家就 你們嚴格 你們嚴格過去是怎樣 你說人出車好 你過去是怎樣 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結果你現在又要挑起我們這個記憶 然後又讓我們想到說你們顏家 好意思講喔 人家還發生什麼小事 你們發生什麼大事 人家發生一件事 你發生幾件事 大家想一想嘛 所以我要提醒一下顏家 你真的喚醒我好多記憶喔 因為顏家曾經有大賺米小賺米嘛 對不對 大賺小賺米 也是那時候開始拼拼拼拼拼拼 對不對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信不信邪 不要沒事去講3Q 講3Q 講到不要對你們自己都很不好 我告訴你 所以先提醒這個 那我要講這個 講車車事件 說實在話 我必须要说二职 怎么会有人这么恶心 你看那个白老太太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那个惊恐的样子 你们要知道 颜家在现在这个时候 的中南部的社会 北部的社会 不要讲中二选区 讲北部中部南部 中部以外的北部跟南部 大家都在讨论 大家都觉得颜家蛮臭的 说实在话 结果你现在硬要把人家白家扯到 跟你们颜家有稍微有点关系 人家在那里还要做人 人家真的跟你说 有啦 我觉得颜家很好 你觉得他的周围邻居 大家不会仔细说 哎哟 你怎么去帮中二选区 那个严家 其实人家压力很大 你没有征得人家的同意 你就去消费人家 让媒体今天 完全人家没有预警的状况底下 去采访他 人家是老人家 人家已经是老回了 七八十回了 你这样去干净 而且说这位少爷 真的是为过去少年年做的事情都是这样 就是花钱而已 花钱后就是要跟人家招贪 我只是花一条钱 我就叫那个买的人给我送我 我不管地址那些人 你就给我送我 我就花一条钱了 颜柯恩只有做一件事就是花一条钱 你去想看看 我是一个就是一般的民众 突然有人来敲我家门 说这台车送你 这台车送你 你会害怕到 我会以为是诈骗机 你真的会害怕到 对颜柯恩来说 我就花一条钱了 就要做一条新闻了 你就要消费人家 你真的是拿钱出来 你跟人家招贪 你们过去很习惯 花钱跟人家招贪 那是你们家的事情 你中二选去跟人家招贪 这么久 台上让你招贪这么久 你现在招贪到高雄去 和高雄人家就跑去跟人家招贪 我会觉得说 颜少爷 你们有钱是有钱 但是不要这样糟蹋人家 今天你要做善事 说实在话 为善不为人知 这句话你常常挂在嘴巴里 但是怎么那么巧 你们所做的每一件善事 刚好社会都知道 乃世凯议员刚刚还没讲完 是 我要说的是说 这个老伯伯已经八十岁了 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 你也要拿出来消费 而且重点是颜宽恒 你现在有没有见过这位老人家 你说你很关心他 左之右想想帮忙 你有没有关心过他 第一 你知不知道他的名字 记者应该 当麦克风后一的时候 你怎么摆老先生 摆什么名字 你可能不知道 我可能不知道 第一 你连名字都不知道 第二 你有没有去看过人家 第三 人家感受是什么 你完全不闻不问 你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 你没看过他 你现在做这则新闻 人家感受不好 你也不晓得 但是你就硬要消费人家 所以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嘛 拿钱在跟他招探 你拿钱招探 一般的人都没关系 人家八十几岁老人家 每一个人的家里 都有阿公 有阿嬷 你拿钱出来招探老人家 然后之后送给谁 你自己又不知道 然后脸书到底是 又写说什么 第二次人家才收下 人家实际上也没收下 你强迫中奖就算 人家又没收下 我觉得颜宽恒 除了你检讨自己之外 你的那个小编团队 他要不要抓出来打屁股 到底在写什么 写一堆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 我相信颜宽说真的 我相信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件事 小编他说 你就要照顶照顶照顶 因为他没那个真厉害 头脑好像去疏磕 我就是要做一则新闻 其实我觉得颜宽恒没那个专业 小编团队 脑袋打屁股打屁股打屁股 你这样讲我会很担心你的表情 你这样讲我会很担心你的表情 不能太严重 不能太严厉 要小力一点 来 宽哥我请教 因为其实我觉得从几个角度也可以看 比方说颜宽恒自己或是颜家 他们要面对该去和解的人其实蛮多的 当我们开始聊言家之后 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地方人士 收到很多的讯息就是说 我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听什么听话听话 求婚 三密 公亲属住 这个地被吃走等等 那一些状况其实还蛮多的 他们有没有去处理 这个不是要处理吗 那回过头来讲近一点的 那个817好了 颜宽恒如果是这么一个切而不舍的人 做事又那么有效率 一次没有成功 他那个817应该也早就拆光了吧 把这个拆光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是用那样的态度 来面对自己的事情呢 其实颜宽恒的心态很简单 这台电动车贵阳你查说 大概五万多块 我查的比较便宜 可能他有那个比较大概三万上下 但也许也有五万块 就三到五万之间 颜宽恒的概念 或者说帮他出主意这个概念 就是他有点像是我把这一笔钱 拿去买一个广告 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在买 他的心态 他不是要做善事 他也不是要帮助这位白老先生 他是拿这个钱去买广告 那是不是可以伤害陈柏惟 我觉得那都是歧视 他本来想说这是忘拿减少一口 我可以把陈柏惟过去的做错的事情 再重新拿出来 再消费一次 然后我顺便表示 表达我是一个善心人士 其实颜佳你最该去做善事的地方 刚刚有中二选区的选民讲得很好 中二选区难道没有行动不方便的人吗 那你原家可以捐啊 捐给你的选区啊 你如果怕有会前的疑虑 你可以捐给台中市政府社会局 或是你捐给杀戮驱工所 龙井驱工所 这都可以做啊 你关到高兴去你就是想消费 所以我现在很担心两个人安危 第一个是出主意的人 第二个是送车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达成使命 我很担心他们的安危 请这个协巡一下 我觉得颜佳人这件事情 我用几个字来讲 第一个我觉得这个人非常下流 你去消费一个跟这场选举完全无关的人 这个白先生 甚至连他的家人你都消费 你要对付陈柏惟 我没什么意见 因为陈柏惟毕竟曾经是政治人物 将来也可能还会是 那可是这位白先生 白太太跟他的家人 是完全跟政治无关的人 你说陈柏惟对他不闻不问 很抱歉哦 刚刚我在餐厅碰到柏惟 不小心看到他手机的line 他的确有跟白家的人有联络啊 怎么会不闻不问呢 那人家难道要把这个对话记录 都拿给你看才叫有闻有问吗 所以非常下流 第二个你很无耻 你说了两次谎 第一次说为善不遇人知 结果自己贴脸书 第二次说已经送到 结果人家白太太出来说 没有 我没收到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 再来你这个行为非常的卑鄙 为什么我讲你卑鄙 是因为你去牵托一个 跟这个选举完全无关的人 而且呢 你今天请问 人家讲送礼是一门学问 就是你要送到对方的新坎礼 别人收到礼物的时候 讲说哇 我正好好需要这个礼物 我好高兴喔 可是问题是 你这个送礼变成白家的负担 甚至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造成这个礼长的负担 因为电动 那代步车是要充电的 将来有后续要保养维修问题 所以我觉得杨宽恒 拜托你 把你那个公子哥 那个少爷的脾气 先收起来 你也许你平常在杨家 你从出生开始 含着金汤匙 养尊处优 大大小小的事情 有人帮你打点好 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现在选举 你既然44岁了 也不是小孩了 你要展现出一个男子汉的样子 你就是出来自己要独当一面 结果你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 当质疑到你的时候 你就说那个跟我无关 质疑到你爸爸的财务的问题的时候 爸爸说明 质疑到违建说 那房子不是我的名字 质疑到105号码头说 那也不是我的名字 清水工这个开发员 清泉工开发员区说 那个也不是我的名字 那请问 到底人家哪件事跟你有关 我们等一下谈的违建 有他的名字哦 你总不能说那个不是 那不是婚姆吧 不过你们也离过两次婚 所以我也很难确定 可是我们等一下讨论那个房子 上面的确是有 是啊 没错 这个你总推不掉了吧 所以我觉得 不要再去找那个好欺负的人 市值真的不要挑软的吃 今天你的竞选对手 叫做林静怡 请你不要去扯 没有相关的人 来 静平哥你怎么样看他 今年年底剩下一个礼拜 就要过跨年了 所以还是忍不住了跟大家讲 然后让大家知道了 或怎么样 然后最糟的是 对方还说 没有没有我们送走了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公关 因为对方没有接受 然后而且转送出去了 这个是浪费了 等于你让这个好意就变成 不是很好的意 就有点勉强人家 问题是他的初衷 就不是单纯的好意 所以我就说 不单纯了啦 至少 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说 鼓励大家还是往做善事的方向想 不管 那陈柏惟他 刚刚我也听完 他有感而发的这个讲法 后来刚好就进广告嘛 我承认我跟陈柏惟不同的政党 意思起来 政治党完全不同 我也不会支持他的想法和看法 我从来不可能 我也没有资格去谈 但是我第一次听完 认真在摄影棚内 有这个机会坐在他旁边旁边的旁边 听完他讲完的话之后 他有感而发 我也觉得蛮有感而发 我第一次肯定也认同他讲的话 为什么 因为我刚看到镜头在播那个 盐宽儿在受访的时候 提到什么 陈柏惟十年前的这个案件 然后问题是人家已经和解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陈柏惟任何的不满 如果是一个候选人要有大气点的话 所有的问题 你就停留在1123 就是再停留在 1023 1023 停留在3Q那一天 结束了 你的对手是民进党提名的林静怡 不再是激进党的陈柏惟 我刚刚为什么说 我认同陈柏惟讲的那句话 言幻回到公共利益吧 这句话 我觉得陈柏惟讲出来是 有点想要提醒他 也禁告他 我觉得但是这句话是一个重点 就像最近大家很夯的什么 雷神之锤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锤 当头棒喝 回到公共利益 我相信世凯议员 他在台中选区更远那么久 也应该很久 台中是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选 对那个中俄选区 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还有包括整个政治 和整个那个地方建设 所以我刚才会引用 陈柏惟刚讲的那句话 回到公共利益 会比你这场选战 在对手林静怡 挟着庞大的这个空军空战 因为空战 我们当初一开始就讲 他绝对打不过林静怡 空战 我说空战的网路声量 或空战优势 的确是没办法跟人家比 但你要另劈西进的话 不是用这种方式 把再把陈柏惟想要贴到 林静怡的身上 或者是 又把这个陈柏惟拿出来 就是唤起在 那个3Q 那个罢免案的 之前的这个氛围 那个是没有用 人家已经免疫了 就好像这个 你如果想要把疫情再删起来 这问题人家已经免疫 所以我还说 这个是我认为 第二个公关操作 不是很好 而且蛮粗糙的方式 所以我会建议说 他的讲话 我再强调一次 我不是那么认同 但是我认同他那句话 回到公共利益吧 这句话 可能对增加 现在他剩下两三个礼拜的 这个选举 两个多礼拜 还有一点帮助 靖平哥 你如果是常常 跟这个3Q哥 有同台机会 你头发说 你是第一次肯定吗 我觉得你同台多了 你会有很多很多次的肯定 来 我们来看 因为刚刚讲说 什么公共利益的这个部分 我们在讨论严家 因为他的公共利益 都白苏林 那我们来看一个部分 好 严宽恒呢 之前有什么 有这个在南屯817的 这个招待所 因为他是公保地 他出现争议 可是现在呢 又被踢爆的是一个 他是在 沙路跟龙井的交界处 叠加 也有一栋豪宅 那他的豪宅的部分呢 在出入口的这个地方 竟然是涉及 占用的是 保护区的国有地 甚至呢 这个有被抓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 他这个施工的期限 也是怪怪的 感觉上 被质疑的是说 是不是先取得了这个兆 继续后面再二次施工 那有没有涉及 违建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 国民党中的选区候选人 严宽恒回到大本营杀戮市场 扫街 跟谈商打招呼拜票 谢谢 好 谢谢 严宽恒猛攻路 站的同时又被爆料 名下杀戮自立路 住家 涉及占用国有地 二次违建加工 这栋白色建筑 占地1250坪 出入口非常隐秘 门牌设在杀戮自立路 另一处大门 府里堂皇 在水里设街 一段四五五项 从空照图龙井 国有地 水里设断433号 将近四万坪的土地 但其中这一块433-6号 却在2020年10月 被切割出来 刚好和豪宅车道 出入口重叠 占用350坪国有地 土地是由三个 不同的单位所构成 第一个人是他的太太 陈丽玲 第二个是他们严家的一些 其他的家族的成员 第三块居然是国有地 这个部分显示出的 一件事情就是 严宽恒先生的这一栋豪宅 他当时没有讲实话 他说谎 除此之外 从建筑使照和建筹比对 愿令营造和敏南新建 军工日期 明明是2013年 不过从2014年 街景图建筑物却还在施工 有过二次违法加工 让房子涨高涨胖 如法炮制南屯公报地先 取照再二次施工 对此严宽恒作出回应 是不是请提出正确的证据跟资料 严宽恒又一豪宅 以似为鉴 车道出入口 盖在保护区国有地上 卓冠廷怒批严宽恒话都说一半 国有地到底是怎么取得 跟国产书卖的还是乘租 呼吁他出来讲清楚 在新王子宇宣 我们看着卓冠廷他脸书上 写的其实蛮清楚的 他透过我们把他做成的两页 全文在这边 来 卓冠廷写说 这个源头是因为杀戮其老陈其勋 他曾经爆料说 严宽恒在隆景有一间 加青培豪宅 然后旁边还有上千万的田园造景 那当时严宽恒怎么回应呢 他说那有什么上千坪 我们土地只有128坪 然后他把责任推给太太 所有权人喜欢太太 不是我本人 那争议的部分 再包括他可能有涉及违禁的部分 还有呢 为什么他可以用到国有地 国有地他在2020年的时候 国有地433号还分割出来 那面积大概是350坪左右 来我们进一步来看 瑞德哥我请教 得罪太太 把太太给撒出来 我们看 这边豪宅是成贱物 所有权人写谁 严宽恒 房子是严宽恒 对不对 但是他这边土地 豪宅建物494号土地 陈丽玲太太 另外还有不同的地号 490号的土地 严家某某男子 然后还有491号土地 也是严家 不知道是另外一个谁 我给你请教 当被质疑第一次点出来的时候 然后他一是讲说 那个评数的问题有落差 那二是说 所有权人写我太太 不是我 那你怎么样来看 严宽恒不需要 那么找人特别去看电视 关注三家电视台 七个政论节目讨论他 那么严宽恒也不愿意说 不用去说 人家污蔑你啊 抹黑造谣 然后呢要告人家 你其实只要把话说清楚 讲明白不就好了吗 今天人家来指控你 事实上之前就已经讲过 我记得很早之前 就已经讨论过 这个所谓的杀戮豪宅了嘛 那当时你面对人家说的千平 千平豪宅 你说只有128平啊 你讲128平指的是建平 那建平128平可能没有问题 可是这块土地就是有1000多平 那面对今天人家的这个指控呢 你应该说的是 你应该直接了当的说 他整个地平是比如说1000平 但他的建平是128平 绝对没有去占到 那相关的国有财产署的国有土地 不能就好了吗 你不是把它讲清楚 说明白就好了吗 你对于其他人 你说如果这个等于说 大家有意见的话 你可以出示什么什么证件 证明打脸你知道吗 那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们这个土地呢 那么我觉得2013年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啊 那么贵亚2013年 请问发生什么事 他算立法委员啊 对啊 对吧 他算掉立法委员 比那个四凯这个多1000多票嘛 那以选上了立法委员 发生两件事 这件事就是 那么他们的所谓的招待所的豪宅招待所 那么在落成了以后 取得了那么建筑使用执照 你要有先有建筑 后来落成了要有使用执照 使用执照就是人要来看 说OK了 你就会发表使用执照 然后呢 那么紧接而来 拿到合法的使用执照 你要大戏大戏特戏 去两倍半 150多票的这个非法的相关的维建嘛 那2013年的时候 刚好这个相关的这个 也取得了他的使用执照啊 那么2014年的时候 我现在就要感谢Google街景 你知道吗 Google街景每一年这样拍拍拍 我一让误 2014年引导的大型土木 那你要站出来解释 你只要站出来解释 说清楚讲明白说 其实那是误会 那么我没有站到一平 没有站到一平的这个国有土地 这样就好了嘛 那台中市政府今天有回应 台中市政府说 他没有接到这个违建通报 我相信有接到 你也当作没有接到啦 然后呢 他说要趋公所去了解嘛 去公所了解了以后 看要怎么处理 我跟你说哦 你要有政治政治 你没处理现在 非常敏感的这些问题啊 台中市政府 如果还把它当作 轻描淡写 把它当作一般的违建去处理 对吧 你每让他拖一天 卢秀燕落选的 连任落选的几率 都多一分 很简单 所以你应该赶快去了解 到底又怎么回事 有没有站要 都要到人家的土地嘛 因为刚好 12点都说 在2013年的时候 这边土地有违建 那这边会不会有啊 你合理的怀疑 那边都有了 这边会不会有嘛 那你要去了解嘛 你要去算名嘛 你不去算名 叫人家拿出证据来 你当时 阎光恒在面对 你们家的家族的 相关的豪宅招待所的 违建的时候 你一开始 你也没有承认说是违建啊 不是吗 他也没有承认是违建啊 他说依法办理嘛 不是这样子吗 他那时候还曾经推说什么 应该要去问问什么 林家荣什么回的啊 对 问一大堆 人为大堆 最后是被人家知道以后 他才讲的四个名言 叫该猜就猜 是这样子嘛 你怎么没有针对 你们家有违建的事情 出来道歉呢 所以今天这个 这个所谓的杀戮豪宅的事件 到底有没有一瓶违建 有一瓶违建 那么我相信啊 那么在817豪宅招待所 违建事件里面呢 你袁宽很没有出来道歉嘛 你们袁家没有出来 像社会大众跟海线的五个 海纯区的五个选民道歉 那如果这个事情呢 你的豪宅本身有违建存在 你是不是应该出来 跟他回一个 回一个司令说 不好意思啦 因为怎样 所以我们有违建嘛 然后另外我告诉各位 最后做一个总结啊 我昨天发现 我跟袁宽很蛮像的 为什么呢 你跟袁宽很蛮像的 三个人帮他背书那个广告 有没有 那江启臣啊 许淑华啊 然后杨琼英啊 他们说袁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看 很勉腆啊 三球看我这个眼神 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为什么 我告诉你为什么蛮像的啦 因为他们说他是一个 脸皮薄 对 腼腆 有礼貌 有礼貌 然后我告诉你 我跟他最像 这三点我都符合 你知道吗 漂亮女生靠近我 跟我讲话我都会脸红 然后呢 然后紧接下来 我发现我跟他最像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我捐款给别人的时候 都叫无名氏 为什么 各位无名氏都算我的 算我的王子 就没关系 你知道有什么吗 三球你不用笑 因为他们当时捐给 白家的时候 高雄白家的时候 他捐给他电动轮浴车的时候 就用无名氏啦 无名氏就是 唯一三不育人之 我不知道嘛 给他自己 把这件事情抖出来 那个叫唯一三不育人之嘛 这样到底是脸皮薄还是脸皮薄 我不知道 我脸皮薄 人脸皮是很薄的 你相信吗 就很扯哦 你讲到这里 你就想 哎呦 刚刚讲什么 很有礼貌 很腼腆 脸皮很薄 跟我们讨论了这么久的呈现 就是电斗拜啦 来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持续来看 因为他这个是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有可能是违建的问题 你都已经完工的实现 已经到了 我要还在施工 是在施工哪一条的 有没有违建 有没有长高长胖 这个部分要继续追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 你看看 我们这里有一条 这边白白的这一条 它其实是一个车道 这边有大门 然后呢 它这个土地 是保护区里面的国有地 国有地 你可以随便说 我要开车道吗 有可能吗 可能啊 立委就可以了 什么 立委就可以了 好 这个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来聊 好 颜宽船现在呢 它是被这个卓冠庭报 有另外一处 有涉及违建的部分 而且还占用的是 保护区的国有土地的部分 我们来看这条 在杀戮跟龙井的交界处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透过两张图要来看 我们先看 豪宅啊 它这个其实格局也蛮妙的 来 这里有营兜的土地 前面都是一些庭园造景 三尾在庭院深深深四海 最深的地方才是豪宅 那可是呢 你如果照理说 你也可以直接 就是庭园造景不要吗 我就当马路嘛 应该也是可以这个样子 这是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什么意义 因为你前面有个很长的庭院 很长的庭院 第一个外人不容易靠近 第二个 它的隐秘性 私密性会非常好 因为你要进到豪宅之前 即使你可以侵入豪宅 就有办法走进那个外面的大门 你要进到建筑物本身 你还有很长的一段庭院 所以这个真的贫穿限制我们想要 通常有钱人才会有这种设计 不是啊 因为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怎么样 你也不会感到很难嘛 就是说不需要埋到这么深的一块地方去 可是有趣的点在哪边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 我们来看 我们用一个原始的地极图来看 龙井国有地 水里社小段 这个地号原本呢 它是这么大一块 怎么会这么多好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豪宅所在地的附近 这一块呢 在2020年10月份 他们使用到这块350坪的国有地 就分割出去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诡异的点嘛 刚刚广告之前 博维突出一句什么 你说什么 为什么可以这样 你是说因为有特权是吗 立委就可以啊 立委就可以 你就不会这样做啊 不是每个立委都这样嘛 所以我被罢免了 你看他的那个时间 我换我吧 不好意思 我来换你换你 2020年的10月份变更 将国有地保护区分割出来 所以这是我被罢免的原因 在我任期内 你是不是月23号被罢免的 不是 在我的任期内 2021嘛 在我的任期内 我的选区里面有人 把国有地的保护区 割成自己家里的豪宅 我都不知道 你保护国土不利 国有财产署要不要出来解释 要 是谁的陈情 谁决定这么做的 是在20201月11之前还是之后 这是公益还是私利 他切割这一块出来 是怎么样 又是要盖儿童乐园吗 他切割这一块出来 很明显的从这张图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家的豪宅是在里面 这一条都不是 但是他把这一条切割出去 变成他们家的庭院走廊 这个就是我们在说的 从你家大门进去 要坐公车才能够到豪宅 坐公车 他们家只有这一小块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社区聚落 这个一户一户都是房居 比例上那个前面蛮长的 他们已经在这个聚落里面 是最大块的这一块 他还要这么大一个东西 来做他的庭院 那一块庭院有差不多800多坪 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这个在地理上 这个叫做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山坡的 山坡啦 所以这个叫 我家门前有小河 后面有山坡 然后还有一个川塘的庭院 所以这个在风水上是非常讲究的 我要说的事情是 为什么这个跟观光政策有关系的 国家土地又变成你们家的 你今天说你很有钱 你把这旁前面的社区都买下来 谁会跟你计较 你怎么有办法从这个社区后面 剩一块国有地出来 你如果把这个社区买下来 我们都没有意见啊 因为这都够够够够够嘛 你怎么有办法用没有成本的方式 去得到后面这一块 没有成本哦 不是 有没有成本要用国有财产署 要用国有财产署 对啊 所以在我的任期内发生这件事情 我应该要深刻检讨 难辞其咎啦 对 第二个 这个叫态度可異 我们今天问说 颜小朋友 你刚刚是不是有拿错人家的筷子啊 他说你要拿出证据哦 你不可以随便讲哦 正常逻辑是说 我看一下有没有 或者是我就解释 我就直接说我没有 我绝对没有 你什么叫做提出检举的人 要拿出证据 这个 有谁敢穿过这个长长的庭院 去到你家看 有没有违见 谁敢 你这个前面是还有保全 还有这个走廊的呢 这个坦白讲在你们家发生什么事情 说不定大小声 隔壁都听不到 这样子的地方 你叫别人提出证据 到底要凭什么拿出证据 你今天如果是自己的豪宅 请问一下 向上路那一间 我们有从头到尾 有谁去检讨过那一栋吗 没有嘛 因为很明确 你先到 虽然后来因为那一栋 我们后来开了向上路 被人家戏称是东瓜路 但那一栋的底下 也没有违见的问题 也没有去侵占的问题 也没有国有地的问题 没有人会去讲 你们最标志的那一栋大楼 结果想不到在南屯的 在水里下的 每一个地方都跟国家的土地有关系 你真的土地的主人 让我回想起 我在被罢免的时候 其实你的态度 跟我罢免时期 有一段时间的感受非常深 我有一阵子会真的觉得 你们是不是全部人 联合起来要欺负我 所以某种程度 我也得罪了中间选民 我开始觉得 别人都是坏人 那一个事后回首 那个说法发言是不对 做一个公众人物发言 要对所有人负责 要面对所有支持你 或讨厌你的人 严谎今天的直播 小编在手机里面骂观众 说你们都1450网军来我的直播乱 然后今天他要求提出检举人 拿出证据 现在他把所有人贴成 七个节目检讨一言堂 当你开始仇视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就已经失去了 当公众人物最低最低的水准了 各位我请教了 就是卢市长 台中市长卢秀燕 过去你们也知道说 有一些比方说八一七 或什么整个态度 这一次的这一个 他有一有为鉴的问题 二有这个占国有土地的这个问题 你感觉台中市政府的作为 你信不信任 他们会不会就是依法行政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们是有轻重缓急 所以包括我们在做政治工作的时候 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不可能不知道 只有装傻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今天违鉴可能 比如说有十万鉴 那你要排差要四十年 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太多鉴 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讲 它是历史的供业 或是政策的调整 所以会有很多的 你要说他是受害者 或者是当时有得力的人 怎么样解释都可以 看你站在怎么样的立场 可是今天这个违鉴 是立委候选人本人 而且是一个家族 是全国殖民的 台湾讲台湾姓 这个姓氏最多的人是姓林跟姓陈 可是最有名的姓岩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说 这一栋违鉴到底要不要拆 市长 这个是关乎公益的问题 这个是关乎市政府 对违法事项拆除的决心 我还记得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还没有变心之前 宣誓要拆违鉴的时候 让多少人振奋 有两百多件的这个重大公安的违鉴 我要一个一个把它拆掉 然后那个时候所有的记者是做什么事情 跑去新北都吗 问说你要不要跟进 所以那种东西会群起效忧 卢秀燕现在很明显的做法就是 避坛 避其风 避风头 不想要被卷入这个事件 我必须要讲 这不是一般老百姓的违鉴 这不是无心之过 这不是不知道法规造成的 它是刻意的 它是重大的 而且它是公益的 这个就是市政府的事情 哪里不是市政府的事情 你不能把它一概而论说 因为论资排备 按照报名的顺序 按照违鉴的排序 我可能要排拆到40年 讲这件事情 对民众的感知来讲 就是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市政府 那个东西就好像有人在旁边 打火柴要点烟 那里也是一把火 另外那里有一栋大楼 再烧也是一把火 你跟我说灭火器 小防队要先去把吸烟的火扑灭了 然后再去扑灭那栋大楼的 莫名其妙 搞不懂轻重缓急 所以台中市政府它可以躲 但躲得了一时 躲得了一世吗 严宽恒先生 现在每一件事情 都跟你有直接的关系 那不是你说要躲就可以躲得掉的 你长期被戏称 你是卢秘书 这里是严市长 你必须要有一个魄力来跟人家讲 我们这一次要竞选连任的过程 在2022 我想你应该是会继续竞选连任 你要告诉我们 你会来 这些事情会不会跟着你 再走四年 你如果不想要这件事情这样子发生 那我要呼吁你 跟违建一样 打六个洞 拖两个礼拜 全部都是扣分的行为 现在你以为是扣分在严家身上 我要告诉你 你这些东西不动 未来全部都会反噬到你身上 连带关系 靳平哥我请教 因为我们刚讨论非常的多 你看这占用保护区的国有地的部分 因为它的分割的时间是2020年的10月份 可是我们刚刚有说Google街景 是2018年 我们看门面就已经长那个样子了 那这个部分的争议 拿出来的证据现在到这边 不需要做解释吗 你觉得严家 就是严宽恒还要说 你就拿出正确的证据来 我才要说 已经摊出来非常多了 不需要解释吗 我相信他们应该还在准备来整理资料吧 因为这个龙井跟杀戮交界处的这个 现在又被爆了这个所谓的千坪豪宅 刚刚这个 这个世卫兄议员 他陈议员他有提到说 那个他在申报的时候 助理没看到这个资料 我在想 因为多人共同持有 可能是在那个组建物的部分 128坪 如同刚书陈其军这个地方齐老 在爆料的时候 然后当时很多人就讲说 严宽是不是话只说一半 那严可能就是 他就针对他老婆 持有那128坪 然后就这个部分去申报 那其他的 如果是多人共同持有 可能没有他太太 或他的名字在里面 那他就不用去 特别去把他讲出来 所以 危机处理就在于说 后面你有没有更多的 跟自己或者是 直系亲属有关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要有信心 OK啊 你就不需要再陷入这个漩涡里面 不断的去 这个工房当中去回击 如果OK 像这个部分我刚刚讲了 你后面说没有这个 共同多人持有 没有这个申报的问题 他就只要报那个部分 但是要讨论到的是后面 刚刚讲了 还有包括那个门口 到18.5公尺高 有没有什么申请 杂相执照啦 等等这些 有没有什么 算是不是违建啦 是不是恶功啦 我相信今天 又被爆出来之后 只要有人去检举 市府一定会开始 又要动作 因为你不动作 一定会被人家讲话啦 但我不见了会觉得说 这个是好像会回力标 设在这个台中市政府 刘萱雄的身上 各个县市政府都一样啊 我们陶渊 我上次有讲过 有两个议员 一个前任议员 一个现任议员的 违建没差 一样也不会反映到 这个市府的参加 可是当这个被放大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看 我觉得加减 也会真的影响到2020年 过了事情之后了 你看到我们陶渊 有人在提吗 有人在去讲吗 虽然网路上多少 都有 所以我就说 这个事情只会对当事人 他自己在处理 当下那个moment的时候 会有伤害到 但是对这个市府 对那个我觉得 不见得会有多大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中美立委补选 还有一个争议 是有关于监票 在内部的监票人员 这一块 因为市府 或者是说台中市的 选委会有一个理由 他说我们要分配 给这五组的候选人 所以258个投开票所 最后就只能派104个 对不对 可是不是有两个候选人 他们其实是放弃的 另外有一个台湾股票党 他是95个人 其他的为什么 今天出现争议之后 不能够把其他的名额释出 让比方说 你们再去做一些分配 为什么不这么做 其实可以这么做 而且你知道吗 选拔法的 对于监票人员的 他的思考的原点是为什么 是希望候选人的 各阵营的候选人 他们能够派人进去看 自己才会放心 所以优先是什么 优先是要给候选人阵营 对不对 所以五个候选人阵营 其中有两个不派 那是不是可以有其他 候选人阵营也来补派 对不对 但现在的状况是 卢市府坚持 由卢市府来派 那你不代表各阵营 虽然选拔法 没有说你不行这么做 但是优先顺序有差 优先顺序就是让候选人 相关的人下去派 那你坚持你要派 那为什么我们会紧张 理由很简单 选举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 这个行政不中立的状况 我们会担心 刚才博伟也讲 其实台中人都知道 现在是严市长卢秘书 胡秀越 可是这台议员我觉得 你有过去一些经验 可以分享 比方说2013年的时候 你遇到的状况是什么 也有人打电话跟你哭 我们那个时候很多监票的人 都跟我们说监票监不下去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点是 你们快派人过来 你们快派人过来 结果我们办公室真的派选务人员 快去倒山缸 里面监票的人看到我们的助理 是哭着出来 用口的冲出来 说我没有 我敢在这里 不然发生什么事情 里面少年啊 就跟我说那有的 没有的 就类似恐吓的话 让他们很害怕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很公平公正的选举 没有要干嘛的选举 你有必要去恐吓监票人员吗 你恐吓监票人员 就是希望他离开 结论也是有达成的 也真的有离开了 如果你要公平公正 没有要干嘛的话 你干嘛去恐吓他们 就让我们去监票 跟这次的状况是一样 如果卢秘书卢市长 你真的不怕我们监票的话 那请你多让我们派一些人 监宽恒也可以 你把剩余的这200多个名额 是不是一半分给监宽恒 一半分给林静怡 可不可以 你就释出给大家都派 可能我们还会有一些地方 没有人去 但至少你这么做 我们会放心一点 可是你在乎监票 应该是比方说过去 你比方看到小八 九人坐的车车开进来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当时在补选的时候 地方也听到很多消息 也有人看到 但是因为已经很久了 七八年前 没有那些影片 确实是有一些小八 在一些个里的人 进来在投票 在远远的地方停下来 那那个时候听到的故事是 在车上买票的状况 就是车上发钱 车上发钱 发一发下去 你就得投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过去在我们中二选区 发生了很多 真的非常非常多 这种故事 所以我们这一战很关键 所以我们很注意 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们的卢市长 可不可以不要再当卢秘书了 你就真正当一个市长 好不好 让大家放心一下 但是我们的卢市府 似乎到现在为止 不愿意这么做 他还是坚持 那154个 我们派不到监票人员的地方 他还是坚持 由市府来派人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对我们来讲 我们认为卢秀云 很配合盐宽 会不会这150几个投票票所 也是跟他们有关系的 会不会结论盐宽 派了一大堆 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我们会担心的 所以拜托我们的卢市长 你不要再偏颇了 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为了 你自己未来的选举 不要再做这样的状况 谢谢大家